一部电影 一张专辑 一名角色 一首歌 幕后的努力 成就幕前的亮丽 带你用不同的观点 探索人物与作品背后的故事 幕前幕后 偷偷看 嗨 欢迎大家收听 幕前幕后偷偷看 我是Toto 每个人的人生都有不一样的课题 不一样的功课 有的人老天给他的考验特别多 似乎是要叫他领悟些什么 体会些什么 当他通过考验之后 却也不轻轻放过他 因为要给他更多的使命与任务 来帮助或开导更多的人 所以老天要给他故事 但我们常常 就是听故事的人 听得津津有味 听得哇 赞叹惊叹 但这些故事的当事人呢 可能要用一生来体悟 要用尽所有的力气来经历 然后呢 被说成是传奇人物 我常想呢 他们应该都不想当传奇人物吧 能平安简单过生活 或许才是最想要的 今天呢 我们邀请来节目的来宾 他是个传奇人物无物哦 他说不顺利代表有新的机会 他说人生没有什么复杂的道理 下雨了 就撑伞 不管几岁 我觉得他心里呢 还是住着一个小女孩 不管几岁 他都不曾忘记自己的梦想 努力追梦 今天呢 就让我邀请一位 勇敢追梦的女生 我们边聊边听听 她的音乐作品 今天要进行的单元是 偷偷看幕后 今天呢 邀请来跟我们一起 偷偷看幕后的呢 是横跨 七零 八零 九零 零零 四个黄金十年的传奇艺人 也是魁为24年再度发行 新专辑的歌手周思杰 欢迎周姐 偷偷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 在好好要跟周姐聊天之前呢 让我先来介绍一下周姐 给所有的听众朋友认识 那周思杰小姐呢 的人生经历实在太特别了 她17岁的时候 参加台式新人奖比赛 获得亚军 被日本唱片公司签约 出了片 然后呢 1977年呢 正式踏入歌坛 她也可以说是选秀的始祖 70年代的选秀歌手 从此展开了演艺事业20年 足迹踏遍了世界各地 那从70跨到80年代呢 她也参与了台湾秀场的全盛时期 也是当时秀场天王 诸葛亮指名要合作的女艺人哦 然后90年代呢 她开始大量投资自我学习 自我成长课程 那当然中间遭遇了很多离奇的灾难 但她都挺过来了 除了艺人这个身份之外呢 她还演讲 做坛 做音乐艺术 还会插花 还做潜能开发 听说还会催眠 被称为呢 理在女王跟心灵导师 也是励志专家 她相信 遇见人生的低谷不要怕 生命是可以重来的 放下身段 诚实面对 一定会有贵人相助 那她也鼓励所有的女生投资自己哦 因为呢 智慧是无价的 谁也拿不走 那不管曾经做了多少工作 做了多少事 她还是没有忘记自己的梦想 最爱的歌唱 所以呢 她呢 又当起了唱片的新人 发了唱片 那她的唱片呢 不管在包装啦 音乐啦 造型上 其实都下了非常重的投资哦 因为她想把最好的 给支持她的人哦 那其实周思杰小姐的这个经历哦 说个三天三夜都说不完哦 哇 周姐 你的经历怎么这么多啊 哎呀 这个人家说啊 人生如戏啊 那戏如人生 那可是这个当人生如戏的时候 它就会充满了很多的挑战 高低起伏哦 那正向的人会觉得说 哇 这些都是老师 是 那可能比较一般人就会觉得 哇 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哦 不公平哦 那刚好我是属于比较正向的 了解 那像刚才跟大家就是有讲到了 您有这么多的身份哦 对 那你自己最爱哪一个 其实我都爱 都爱 我是一个很随遇而安的人 每一个角色我都很爱 嗯 所以没有都希望都可以兼顾 是的 因为我的小时候的作文就写了 我第一志愿要当歌星 是是 第二志愿当老师 你看你小学四年级就定了这样子的目标哦 然后你从十七岁你踏入演艺圈以来哦 当然这两个目标你都达成了哦 对 那还有什么想要的目标 我其实就是很希望过一个很随心所欲 然后凡事顺顺的来 我觉得一个人哦 只要你睡眠充足啊 嗯 然后你就算一天到晚都在工作啊 如果有足够的睡眠时间 其实是不累的哦 真的 只要你顺顺的来 所以周健你的睡眠时间是够的吗 你有让自己睡够吗 呃 以前没办法 但后来我尽量让自己 我的最大幸福 其实也就是睡到自然醒 哇 对 那我觉得我就是希望过一个这样 呃 很多是可以顺顺的来 嗯 慢慢的吃东西 呃 然后顺顺的走路 什么都让他很很自在的 然后该要有的也不缺 然后内在很喜悦 我觉得这是我呃 想要过的一个生活 那目前已经有接近了啦 有接近了 但是还要努力 那像您曾经就是很谦虚的说 就说你呢就是也没想太多 你就是傻傻的往前 所以可以克服一切 对 那说实在这个蛮正向的一个思考 就是说那这样的正能量 你是从哪里来的 我觉得可能啊 与生俱来 我就是一个比较单纯的孩子 从小很听话 嗯 听话造作乖孩子 没有叛逆情 嗯 那从后天来讲 就是我我有接受过很多的学习 嗯 我觉得我做过最对的事 就是我把很多钱是放在自己的脑袋 是 所以人生大家都会有不同的功课 嗯 可是当功课来的时候 我们的想法就会比较健康 嗯 我觉得是这两种 让我过得很单纯 那我也刻意让自己过得很简单 嗯 我觉得有时候简单才会有力量 嗯嗯嗯 对所以你说您有花了就是可能 有些投资投资在当初投资在自己的身上去听了一些 就是可能别人的经历啦 或者一些课程 对 那时候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譬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 哎 我我在那个时间点上 我自己可能没有到那么好 或者是呃 手头不一定那么充裕 可是你却选择在那个时间 你还是愿意去投资自己 有些人就会觉得说 哎 那我就先省下来吧 嗯 对啊 对这一点我有一点异于常人 我是在1990年的时候 开始大量学习 是 那原因是因为觉得自己很不足 嗯 不快乐 嗯 找不到答案 觉得家人没办法教我 啊 爸爸妈妈也也从来没有从这个方向提醒过我们 所以当我到外面去学习 我才发现哇 我们不懂的事好多 嗯 然后呢 当你学会一些 啊 那个过程是很很美妙的 嗯 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在做秀 胡瓜张飞 他们有时候会访问我 都会笑我 因为我常常在后台 嗯 等着下一场唱歌 我就会看看书 嗯 要不然我就会 离开到饭店 做转站休息 我从来没有 跟圈内人说 在工作以外的聚会 哦 我是一个很特别的人 从来没有什么一起去 喝 喝个小酒啦 跳个舞啦 喝个咖啡啦 吃个饭 没有 都没有 都没有这些活动 哇那样子的环境 这样很特别 很特别 所以他们都笑我说 周思杰 你不抽烟 不喝酒 不打牌 不喝咖啡 谈是非 不交男朋友 你活着干什么 简直就抱舔天物 那我本身个性就是 可能也内向啦 那时候是害羞 不过整体来讲 我是喜欢安静 对 对 我觉得可能也是你的个性啦 跟你讲的说 这个 这股傻劲啦 就是让你可能这样子 可以克服很多的事情 那我们先来听 这首那个 周思杰 周姐的傻傻的花 欢迎回来 目前幕后 偷偷看 我们今天呢 很开心 很荣幸的邀请到 周思杰小姐 周姐来跟我们聊聊天 周姐我想 当然你这个 专辑有一阵子时间了 但是因为你后面 还会有演唱会 那我们还是可以来聊聊 就是傻傻的花 这张专辑 对 那你自己呢 你也是音乐总监嘛 不好意思 那只是挂名代表 我全程参与 那这张专辑呢 就是 你想要传达 跟呈现给大家的是什么 我觉得很多人 如果稍微年长一点点的 会觉得说 哇 现在那个歌 听不懂 以前的歌很好听 可是又不可否认 现在的音乐 有它很迷人 很不一样的魅力 对 那我因为刚好跨越台湾 四十多年的流行乐台 对 所以就想要出一张唱片 既能够呈现 我确实的时代感 但是又要跟现代 是 是不脱节的 所以我们就把这里面的曲风 从这个七零年代我出道 一直到现在 每一个年代都有 所以你会听到有复古的 但是也有R&B的曲风 那很多感觉都有 怀旧的新的都有 所以这张唱片很特别 那为了复印它 也特别做了四个封面 对 所以我真的是想说 也要跟你聊聊这个 专辑的包装跟造型 就是你用一个黑胶的概念 对 然后等于是你 你每一个封面 等于四个封面都有你四个 对 四个时代 对 好 有的是很复古 那我要特别感谢 很杰出的一位幕后的企划 是 那也是Jolene这些年 转型很大的工程 跟我样姓周 周起名 那他就是用这个封面 带进去我的歌曲 完全很match的 那你会看到 这个很少唱片 能够四个封面 对 然后就是有复古的 有我的这种 比较东洋风的 也有现在比较 稍微狂野一点的 那有一种 也有一些比较 女祥人 对 女祥人感觉的 就完全四款是 是完全不一样感觉的 对 完全呼应里面的歌曲 对 而且我觉得在那个 造型服装上面 其实也是很用心的 对 这个服装 请到了国内 那个很大的 国际型的杂志的 每编总编辑 然后特别很多衣服 几乎你看到 包括头饰都是从欧洲 直接订了 然后空运来台湾的 然后我常常说 讲钱很熟悉啦 但是我们提前是为了要让听众 观众知道说我们是多么慎重 对 在做这一张专辑 我们有同名的书 傻傻的花时报出版 那么华纳是发行唱片 光是这两组照片 不同的大师拍的 对 你猜猜看 Toto你猜猜看 花了多少钱 光是照片 书跟专辑是不一样的 连他的服装 摄影师的费用 连这些照片 你猜猜看 您这样说应该就是所费不资 所以你猜猜看 光是照片而已 书跟专辑 这样多少钱 因为当然我知道是你请到了大师来拍 对 那大师就是当然有一定的价格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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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猜看没关系 应该也隔了几百了吧 六位数 七位数 各是百千万 十万百万 对 七位数值 对 光是照片 就拍了一百多万 连服装 对 哇 然后三首MV 高贵器 傻傻的花 西斯特 你猜猜看三首MV拍多少钱 猜猜看 你要知道我猜也有点尴尬 我自己也做这行的 你要我猜这个 三首MV 我觉得你应该 三首MV八百多万 因为光是高贵器用了十个舞群 在一千多平的那个片场搭的石井 光是高贵器就拍了四百多万 因为我那时候还想说待会跟你聊一聊那个 想说 我想说哇 你那个 我还想说你那个场景是 看样子应该是搭出来的 搭出来的 完全为了这一首歌特别搭的 对 哇 那怎么会想要就是做一个这么大的投资 这是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 其实我当初是要出单曲 对 然后每隔一段时间出 想要这样 结果遇到的制作人就鼓励我 至少要双曲 后来编路就说要做专辑 然后就越做越大 然后因为完全尊重制作人 我们当时是很信赖他 所以他觉得要怎么做 我们就全部全力支持制作人的想法 那所以就做出了 超高规格 事实上是超高规格 三首八百万 哇 现在很多很多那种要出片的新人都望尘莫及啊 很羡慕这样子 光是MV而已 对啊 这更包含其他的部分 对啊 哇 那个我们现场的一些 大家也是同行的 可能大家都很羡慕了 还有这个到目前为止的宣传 我们至少会宣传到今年六月 也是破季 我们去年十月就出片 对 宣传集会很强 以到目前之后还在追加 大概这个唱片已经投资了八位数字 而且第一个数字不是一 嗯 第一个数字不是一哦 啊 对 八位数 然后第一个数字不是一 哇塞 连宣传费 哦 比这个真的是花重本 那如果演唱会的啊 就是我们有一个音乐会 对啊 如果如果后面还要追加再进来的话 哦 那就 哦 那就点点点 对 但某种程度也 也是说表示说您出得起这个 来来做这件事情了 哎呀 我这个个性就是傻傻的 总有一股劲觉得说要做了就把它做好 对 对 那你在做这个专辑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什么特别让你辛苦难忘的 或者是有什么 呃 有什么样的事情可以来跟我们分享 哇太多了 首先我在录音室是哭哭着唱完傻傻的花 我听大概前后一百多遍 我不骗你一百多遍几乎都是眼眶含泪 要不然就是鼻酸 因为他当中有一句话说傻傻的花呀傻傻的开 总有个地方叫重来 嗯 啊 我一听到重来那两个字 我就已经很很控制不住了 嗯 那还有一个 我很难忘的是我们在拍高贵器的时候 是 因为我们以前跳舞不是这种舞蹈 我们二十多年前在歌厅秀做的舞蹈 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那练舞的过程要穿四寸的高跟鞋 嗯 然后那天从早上七点多拍到晚上十一点多 全程都是穿四寸的高跟鞋 哇 然后你看到现场那么多的工作人员 嗯 我相信一般人会觉得说哇 花这么多钱 嗯 可是我不是我看到那么多人 在努力的为这个产业付出 嗯 我好感动 我的心里想的都不是说哎呦要花这么多钱 都是觉得好棒 我带动这么多人一起付出他们的智慧金 对对对 我觉得很感动 嗯 太多了 这个过程有太多的点 真的 嗯 那我其实就是听完了您的这个这张专辑哦 其实我想要待会我们先来播这首是我想播的歌 哦 对叫做乐在其中 哇 我想播这首歌对因为我想说我想要特别推荐这首歌呢 是因为我我听了我觉得周杰宁声音里面哦有一个很甜甜的特质 对对然后这个是别人没有的 然后当然因为这首歌它有一点点中国风就是一个清新柔柔的曲风啊 所以整首歌搭配您声音的特质 我觉得听起来好舒服 嗯 而且这首歌还有一个提醒大家要活在当下把握眼下的这个这个寒意哦 所以我想私心的来推荐这首 乐在其中 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 是的好美的歌 欢迎回来目前幕后偷偷看 周姐你看你花了这么多的时间 成本 然后你说你后面 就是你宣传一直做到六月 可能都还要再继续做 对应该 然后你接下来 还会有演唱会 那你演唱会的主题叫做 有梦就去追 那你是想呈现 什么样子的感觉给大家 我觉得很多人 如果到了比方过了中年 可能就觉得就这样了 人生再来就是慢慢往下了 只能忍耐了就接受 但我觉得我们人 只要把健康顾好 其实很多你想要做的都可以 哪怕你已经是到达退休生活 一点都不闲持 那我自己也经历过很多的挑战 很多人都知道 然后我在六十岁的这一年出了这个专辑 其实真的就是一个很好的示范 就是哪怕是有那么多的辛苦要去穿越 你还是有办法穿越之后 做你想要做的事情 然后我为了这张专辑练健身 去练歌 练舞 包括连拳击 有 很多都变成一个新生儿 然后像去学怎么表演 我觉得一个人如果觉得要年轻 就是要一直保持着我在学东西的这个动力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示范 所以大家有梦就去追 没错 然后你在高贵器的MV当中有舞蹈 那在演唱会上会有舞蹈吗 一开始就会让大家很驚喜 有 我们请大牧老师帮我们编舞 对 然后呢 为了舞蹈我们还把舞台加大 因为Lexy的舞台 我们是现场伴奏 所以老师们排上去其实舞台有限 所以我们为了舞蹈我们还加大舞台 然后那天还会请李立芳导播 帮我们全程拍摄 因为这个要做成电视专辑 对 然后要架轨道啦 然后摄影师 摄影机 哇 这个工程很浩大 真的 然后所以呢 我也想说给你一点点就是 有一个小惊喜哦 就是有特别来宾来说说 他对周杰的感觉 哦 真的吗 对 哇 大家好 我叫阿正 是周思杰 周杰的导演 认识周杰其实不算久的时间 但我觉得我对他最大的印象是 他讲话总是轻声细语 然后非常非常的客气 我跟他认识是因为有一个朋友介绍 然后有一天介绍他 然后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结果他是他打来的 但是我不知道是他 所以他一跟我通上电话的时候 他就讲说 你好 你知道我是周思杰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当然知道他是谁 但是我非常的惊讶 但是我会觉得说 以一个曾经在刺诈歌谈那么久的一个 这么红的一个艺人 然后打电话给我 当时我真的是就是觉得非常的受宠若惊 然后他也很客气 然后问我说愿不愿意去帮他制作他的演唱会 我当然那时候一口就答应了 因为我觉得像这么努力的歌手 我觉得我再怎么样 我都愿意去来接这份工作 然后再来我觉得除了他人客气之外 他对专业是非常的尊重 只要是好的效果好的事情 他都非常的相信我们 会让我们放手一搏去做 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贴心又热心的人 因为他带所有的工作人员 而且像他的工作伙伴都很像家人 就像有时候三不五时 我们都会常收到他的关心的一些简讯跟讯息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难人可贵的 用到这个郑哥 他是就是做了好多 就是在小巨蛋的演出 然后包含金曲奖啊什么的 对然后他做了李文啦 然后陈琳啦周星哲啦 就是现在就是很炙手可热的一个导演 我刚刚正要提他 那他的结果放出来的就是他的声音 对啊我们我们阿正导演呢 真的是又专业又帅 而且他其实他讲的 我其实就是像他自己 他很客气很体贴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这个录音室跟团练 就跟乐队老师们的时候 他好体贴 他他远远的坐在那里看我们整体 他还跑过来帮我翻谱 哇 我就觉得哇 就这个 这个导演真的好体贴 然后贴心又专业的一个导演 然后我也请他就是说 就演唱会 他要来透露一点东西 对 好 说到这次的演出 这个演出我觉得是我非常非常少见的 所谓非常少见就是说 以一个Legacy 其实Legacy 我们先讲一下Legacy 他这个场地好了 这个场地大概可以容纳大概1000人左右 然后虽然他比起小区但小很多 但是周姐在我们这个节目上的要求 确实是以规格要做到最大 因为他是这样认为 就是说如果他要做的话 就是要以最好的方式 最好 把他最好的一面 最好的内容呈现在观众前面 那如果不这么做的话 他里面不要做 所以我像即便说 大家都知道说一个演出 当然虽然这是一个售票演出 所以很多都会牵扯到 可能一些费用的部分的产生 那我也曾经是因为可能 当然是预算的问题 我会听他考量 所以有一些 比如说我就跟他讲 很多东西可能不需要花费这么多 或是什么节省一点 但是他就是义无反顾 他只要认为觉得是对这个节目好的 他花再多的精力跟精神 他都愿意去付出 因为我觉得就讲一个小事好了 比如说这个90分钟的一个节目 我们曾经在抓 我们之前在抓内容的时候 大概抓一套或是两套的衣服就可以了 但是他就居然就是说 我一定要比如说五到六套 我们一直说服他 就是大概两套 但是他觉得说 这是他可以给观众 在听觉跟视觉上的一个享受 他愿意值得这样去努力 这个去付出 所以我觉得 虽然内容上我们没有办法偷 不需要偷太多 但是光这一点 我觉得只要是观众来看这个演出 一定是值回票价的 哇 整个这样透露这么一点点 光是服装上你就这么用心 其实很多人在Legacy 他就是一套到底 顶多换一次 对对 我们没有 我们请到的发型 也都是帮Coco做专业造型 然后帮Jolene做化妆 然后对至少五个造型 然后另外我再透露一个 我们光为了其中的一首歌 是 特别为了那首歌 再加请一位乐队老师 只演奏那一首 哇 所以当天除了台上那些乐队老师之外 有一位老师会只为了来演奏一首 然后就离开 就为了那一首 然后我也为了一首歌 特别制作了一个 你们都没有看过的麦克风 哇 也只是为了一首歌 哇 光那个麦克风 我也是 对 哇 听众朋友 这演唱会怎么能不来呢 太精彩了吧 就是说 我们就算全部爆满 我所有的收入 可能支付舞蹈的部分都还不够 都不够 对 对 你真的是跟你的专辑一样 演唱会你也是不计成本 所以他们说我的专辑有一个第二个名称叫做傻傻的花钱 还有一个神秘嘉宾也要来给你鼓励一下 好感动哦 师姐你好 我是李导播 本来和主持人偷偷约好要去现场探班 但是因为今天家里临时有事就不能到现场 在这里要祝福你 有梦就去追的演唱会成功 哇 你看 导播也是很贴心 觉得说一定要再给你加油打气一下 谢谢 谢谢导播 哎哟 都督的节目好棒哦 我上那么多广播第一次听到这么提前的脚本就这么用心写 然后你看还提前都预录了 这只有在电视专辑的规格才会出现的 对因为我想说我们讲到演唱会 我也希望让大家多了解说 您在这个演唱会上是付出了多少的心力 让听众可以更清楚知道 然后希望他们一定要来 那我们先来听一下刚才讲到 你可能在演唱会开场就会有非常精彩的舞蹈 欢迎回来目前幕后偷偷看 我们今天邀请了周思杰小姐来到现场 周姐 就是您说 生命可以重来 所以当你做对的事的时候 宇宙的力量都在协助你 那重点是人不可能永远都 都都好像很坚强很勇敢 所以当你在觉得你有点软弱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往上 那你有曾经想过放弃 或者是其实你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念头 如果一般人觉得放弃是属于那种 很极端的我要死要知道那是从来没有过 但是会在软弱的时候会觉得好像什么都不想做了 不想动都提不起劲 这个是一定会有 那我自我疗愈的方法就是我会让自己很慢慢的吃东西 然后慢慢的走路 然后慢慢的去看身边很细小的事物 然后找出一些每天会发生的小感动 来平衡我的人都会有的痛苦 不顺 然后我发现它很像翘翘板 痛苦每个人都有 但是你每天都有很多小确幸 它就平衡了 这个翘翘板就会比较维持在中立的地方 所以我是这样自我疗愈的 所以就是看看观察 或者是去多感受身边的可能一些 就算小小的事情 它都有可能帮助你可能往上 或者是暂时忘却 可能一个一些比较可能不开心的事情 对就是我举一个比较实际的例子 比如说我如果看到人家在生病 很辛苦 那我就会觉得我很感天谢地 我是健康的 我宁可健康的赚钱 去超越我的困难 还掉那些虽然不是我花掉的钱 那我总是有办法从副相里面 在垃圾里找出花朵 我觉得我的特质 有一种身在苦中不知苦 然后很容易看出那个老师在哪里 对啊 那您对于未来 就是当然你接下来 你可能也会有演唱会了 那除了演唱会之外 你自己还有什么样子的计划吗 我说过我是一个 你们听可能会觉得怎么会这样 我没有什么计划 没有计划 我觉得我就是把自己很健康 那每天都带着很喜悦的心在生活 那我只要每个片刻都是对的 我知道我未来一定对 我其实现在已经在自我问自己 我每天是不是可以随心所欲 然后所做的决定都是对的 我希望是朝这样的生命去活出来 那所以我觉得计划有时候赶不上变化 就像这一次谁会遇到百年都难得一千的这个疫情 对吗 那所以我就觉得随遇而安 随遇而安 那与您就是这么多年 就是在演艺圈跟做艺人的这个经验 那你对于想要走这个行 就走这行的一些年轻人 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或鼓励 如果你很有才华 当然我们很鼓励 这个世界需要很多美好的正向的才艺 但是如果你只是羡慕说 这个地方赚钱容易 或者这个地方很被看见 那可能就很容易迷失 所以要静下来 那多听听这些有经验有智慧的人给你的建议 然后问问自己 我是可以把它当兴趣 还是我真的可以好到已经可以把它当成我的专业 这是不同的 当兴趣每个人都可以偶尔秀一下 但是如果你要把它当成是赖以为生 你长期的事业 那就要看看我们是不是真的有这个才华 否则很容易会泡沫 这也是事实 有时候看到的就是比较光鲜的一面 没有看到这些人可能背后的努力 是的不容易的 真的是不容易 那周姐我们节目有一个固定的单元 就是说你有没有想对谁 就是偷偷的分享一句话或者是一件事情 就是偷偷想对他说什么 其实照讲这是我从来没有说过的秘密 而且已经那么久了 但是我无论怎么想 我就是想到这件事 所以我想面对自己诚实 我想偷偷的告诉我的初恋情人 虽然那已经是四十几年前的事情 但是我在这四十几年来 常常还是会梦见他 那我很想偷偷的告诉他一句话 就是谢谢你曾经爱我 哇到现在都还会梦到他 今年比较忙 就比较没有梦 但在去年以前 我几乎常常是每个礼拜都会梦见 那因为初恋特别难忘 他也确实很好 那但是这个就留在自己内在去 去谢谢他 那真的很想说的 就是说谢谢你曾经爱我 那你有那个就是去找他一下 看他在哪里吗 不用找 也不能找 因为人家现在已经有他的 对不对 他的生活 他的家庭 那基本上他也是名人 不是演艺圈 OK 对 但是是事业非常有成的人 那就是祝福 了解 这段这个初恋应该 为什么我很感谢他 是因为我所有的才艺启蒙都来自于他 比方他要我去学插花 所以我在24岁就已经拿到国际的教授的资格 东洋花西洋花我都有正照 比方他又要你去学古典钢琴 所以我家有两台钢琴 那就是他他会要你去学一些很正向的事 那我都学了 但是确实留下来到现在还在运用的就是 插花然后这些他给我的一些观念 因为他大我13岁 所以从某个角度也是我的老师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你很棒的一点 就是说可能譬如说人家告诉你说你要学习什么 或者是说要去做些什么事 你不是只是学皮毛 比如说你学插花你可以拿到一些 拿到证照 你不是只是说好我今天去插一插或者是怎么样 你是真心去投入 就像你讲的可能就是也没有想太多 你就傻傻的去做 然后傻傻的去完成最好的一个状态 然后最后他都成为我救命的恩典 因为我前些年遇到的这些灾难 让我东山再起 都是因为我过去学了很多东西 最后都一一派上用场 对 哇好棒哦 对啊 谢谢谢谢 然后今天也很开心就是邀请到周姐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那在节目最后呢 我们想就这个扣打留给周姐 周姐你想推荐一下你专辑的哪一首歌 好这一首歌呢 也拍了MV 她是在提醒所有天下的女性 不管我们是有了家庭婚姻 还是我们现在单身 我们永远都要爱自己 当你遇到了任何的挑战不顺 不要忘了我们身边有很多好姐妹 那么这一首歌很特别 它是用英文的Sister去英译成Cister 今天谢谢周姐 那周姐的演唱会呢 也因为疫情的关系会往后挪动一段时间呢 大家要密切注意周姐的公布哦 然后不管她在何时举办 大家一定要去支持哦 谢谢周姐来 谢谢大家 大家